首先这个战略的提出 对应于澳门自己提出的经济数多元化 这是一个非常契合的一个主题 因为首先澳门一直以来的发展 其实博彩业是它的更主流 那么我怎样在这种博彩业 已经占了非常大的比重的情况之下 在一个相对来说微型经济局 图形面积不大 然后人口不多 本身没有巨大的市场情况之下 我怎么样来把这个经济做是多元化 从这个角度上说 大湾区以一个方面是提供了 这种客工发展的人才 那么包括一个空间 这个我们就是说地理的空间 因为就是会强调更多的这种 这种香港澳门和内地的这种联动 从需求的一边来说 因为澳门本身的人口 那么大概只有可能六十万左右 那么它本身对于经济的这种需求 对于金融的需求毕竟是有限的 那么沟通中国大陆的这个腹地 其实对于澳门经济未来的持续的这种增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从澳门本身的事物专业化来说呢 在这种澳门本身土地相对来说有限的情况之下呢 那我们觉得比较好的一个节约性的发展的一个产业区这个金融业 那么金融业的这种发展呢 别能说其实它就依赖于非常强大的一个经济区 作为我的金融业的一个副局 因为你看亚洲的意思比方说像香港像新加坡 它其实都是极大的依赖于这个中国大陆经济的这个腾飞式的一个生长 因此呢我们觉得就是通过大陆区沟通双方的这种资金的往来 这种贸易的往来 这种金融安排上服务业还有一个便利 那么其实对它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契机吧 我希望澳门可以一如既往的保持回归以来的 这种高昂的经济发展的一个姿态 这种开放包容的一个心态 以及逐渐实现澳门经济的一个适度的一个多样